嗯 那麼阿德剛剛講了以後 每個人都忐忑不安 然後唯一感到坦蕩的是黃醫師 他說我都沒拍 對啊還好我都沒有拍什麼 心愛影片 不然現在大家一定看得到 真的嗎 沒有現在講的不是說心愛影片 就是有些人喜歡拍自己的裸體 對 照片這些都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就會存在某個地方 然後不小心就被翻出來 因為其實我照相的時候 我很不自在 我就會很像小學生 我不知道要擺哪裡 所以我不會很喜歡拍 對 別人拍我的時候 我會更不自在 黃醫師 妳其實是醫學院的 妳要不要再回想一下 對 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那麼先進 對 OK 那其實更可怕的是 林林後來聯繫上 陳男的其他前妻 她有六個太太 一個現在在持續嘛 所以換句話說 她有五任前妻了對不對 對 好 那這個林林呢 就去找了其他四任 沒錯 那她發現了什麼 她發現了非常驚人的一個 這個事實就是說呢 這個男生比她想像的還要可怕 因為其中有一個妻子呢 就說呢 她有一年 她突然呢 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膽結石 晚上 就是痛到打滾了 然後就一直叫那個 那個男的就說 妳趕快送我去醫院 可是那男的就覺得妳很煩 妳不要吵我 可是都不會動的 人都不會動的 百般要求之下 好 終於呢 心不甘情願把她送去了 送去了之後呢 醫生就說這個很嚴重 妳一定要呢 可能孩子要先拿掉 然後我們要 孩子保不住 那我們要先做 開刀的處理這樣子 結果這個男的居然講說 不行 孩子要安全為主 先把孩子生下來之後 妳再開刀 妳要治療 再治療 不准她吃醫院的藥 也不准她就是做任何的醫療就對了 只給她買一些什麼中醫的安胎藥 就這樣子耶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這任前期居然也這樣熬過來 孩子也生下來了 這個真的是我無法想像啦 可是呢 後來呢 生完了之後 更是變本加厲 因為孩子會吵嘛 會哭 會鬧嘛 這男就開始抓公 然後呢 就覺得就更暴力 有一次聖治喔 因為孩子哭鬧的關係 居然把他呢 從那個臥室 用整個應該是拉頭髮這樣踹 在地上拖醒 把他踹出來 天啊 他就覺得說 我還要這樣下去嗎 就是呢 後來只能申請保護令 然後離開這個地獄 可是這個是其一 這個是一個暴打的一個狀況 其二就是說這個男的 其實有一間五百萬的房子 後來他已經超貸到八百萬 居然他可以做出什麼事情 他告訴我 不要黃醫師是他某一任前期 來 你買回去 乖乖的把我的貸款 好 全部還清之後 再過回來給我 然後甚至呢 人要跑嘛 來 又威脅 拿一千兩百萬來給我 他說真的是慶竹難書 恐怖到你沒辦法想像 所以世界很兇險 所以這個嶺齡就講 他說他這麼擴挫 後來他才知道 原來他在家裡都吃泡麵 果腹 所以眼見不一定為憑 多恐怖 所以不要隨便介紹男人給我 是 結論 很恐怖耶 你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自稱清大碩士 五十五歲 一個月有幾十萬 所以這個嶺齡說 他跟他交往半個月 就跟他結婚 散婚 對 半個月就結婚了 這個實在不好意思 批評嶺齡 你總要知道 他在做什麼工作吧 對啊 可見就是很多女生結婚 是看條件的 不是看自己愛不愛他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幾十萬一個月 就是所有的綜合性條件 可能外貿也是他喜歡的 然後這個經濟條件 也是他在 就是其實人 就是相當天有人跟我講說 你看你會不會被騙 就拿身分證來看 他是不是已婚未婚 我說這也只是證明 其中一個沒有問題 也不表示其他沒有問題 就是說你越被 越太依靠某些條件 你可能那個條件 背後的陷阱是越多的 還有林林之前 其實有他有四度婚姻的嗎 四度婚姻 我們在戶口上查得到嗎 查不到 現在查不到 原則上面它是隱私 只有你結婚單季那一天 辦出來戶籍成本 可以看得到 戶籍成本 只有我跟你辦結婚那一天 然後是不是 你就是關係人了 對 你可以調到我的跟他的 可以查得出來 你前夫 曾經結過幾次婚 但是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沒有辦法要求 除非你要求你的 結婚以後才可以去查 他老公的戶籍成本 我是怕那個時候有點晚 因為你很難去個人去要求 我要 他要跟我結婚的 我去查他的戶籍資料 可是有些女生 對於結婚很多次的 就是譬如五次以上的 對 反而會覺得說 我可能是他最後一任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他自己結過婚 或是有小孩過 他反而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首選的條件 對 同理心 來 這是林林跟這一個男生 他的對話 這是男生 白色的是男生 說心連心最重要 然後女生就說 你怎麼可以每天都讓我感動 真的是 男生說 因為我很優秀 而且我眼光太高了 我看上你 就是我眼光太高了 結果這女生說 我也很棒耶 她說你是我唯一的選擇 到底怎麼看的 我就很普通 不理解 他自己也選擇我 天啊 有自知自明你知道嗎 然後男生就說 明天你要怎麼 跟你朋友說呢 一 怎麼認識的 二 交往多久了 我的朋友 你就說我的朋友 介紹的交往半年了 其實他們交往 才不到十五天 如何呢 然後這女生說 一切都是現實面考量 她說是的 或是生活上諸多細節 是 從此互相尊重溝通 好 原本是我想將蜜月期拉長 不要太快被現實磨練 結果男生說 結婚後還是蜜月期 一直到我死掉為止 女生說 我好感動喔 你一直在等我出現嗎 是 黃醫師你幹嘛 就是會翻白 也翻到外台空去 因為剛剛我還沒有這個資訊 他你們說 玲玲結過四次婚對不對 不是 那這個玲玲 她也結過一次婚 然後離婚帶 也許沒結婚不知道 但總而言之 她應該就是 自己帶一個小孩 就是也被騙過 遇到過壞的男人 那我會覺得 女生還是要很謹慎 像你如果 比如說天上掉下來的 都是大便 比如說像黃醫師這樣 你就不會覺得天上掉下來 一定是禮物 你就要謹慎 你可以把它想得很好 但是不一定要馬上拆開 你可以觀察一陣子 我們之前有提過就是女生 因為像騙數都其實很粗糙 這騙數太粗糙了 一個學歷 然後月入數十萬 這種你只要長時間 再多幾個月 你就會觀察出她的破綻 比如說高學歷的人 會講出什麼話 比如說比較高 社經的這種收入的人 他可能會有 怎麼樣的金錢的模式 你不要看他有錢 你要看他怎麼會賺錢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看出 他會賺錢 那你也不要被他這種 表面的假相片 因為其實真正那種 比較高收入 或是你期望高收入 都沒有問題 可是高收入的人 錢比較多的人 基本上他們是很保守的 他們不會一開始遇到 你就嚷嚷的說 我有錢 至少我遇到的 有錢的男人 就是那種什麼 家裡面是地主 瘡嬌那種 那出去都是穿破T恤 然後就是 就是戴個斗粒 那但是你要能看得出來 他身上掛的那個攝影機 是非常貴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沒有能力 去判斷一些東西的價值 就隨便相信人家說有錢 這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才一直鼓勵 大家要去多逛一些城堡 多去看這個 不一定要自己有錢人 你去這個博物館裡面 看名畫 你就會知道 就是那個差別在哪裡 不要被有錢人騙 這是第一個 黃醫師插個話 以你的水準 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來測試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自己 也就是一個蠢蛋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可以體會 這個李寗的心情 就是說你一旦 對這個人有好感 你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你會相信他說的話 因為我們都是 覺得說我們要做好人 好人是不可以 隨便懷疑別人的 或者說你可能本身 你的工作環境 你的家庭背景 你就是很單純 所以你其實不太會懷疑 對 那甚至就是說 如果像我們在醫院 白色巨塔 我們其實會對那種 就是講出 比如說他家很有錢的人 比如說他說他有什麼 大安路也有房子 哪裡也有房子 阿拉伯也有房子 你聽一聽 其實很單純的人 會不疑有他 可是如果你再仔細 去搶一搶的話 真正有出社會歷練的人 會問說 那你說有這麼多房子 難道房子的名字 都是你的嗎 或者是房子有沒有貸款等等 那我覺得那都會 社會的歷練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以前也沒有歷練 但我後來就經歷婚姻 然後就歷練 所以現在我的觀察是 就是說你要怎麼看出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有錢 是因為 我覺得到五十五歲了 他有錢沒有錢 不會掛在嘴上 這個我就要看年紀 二三十歲的人他說有錢 你要先懷疑是真的有錢 還是他家有錢 如果是他家有錢 也不代表他有能力 那到五十五歲的人 如果還把錢 我很有錢 掛在這個嘴上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也是一個 就是視力小人 所以後面是很難談感情的 至少他親到了碩士 這真的可以查得到 對不對 我提供一個 不過一般的人老實說 我老實說愛到比較慘 那時候幾乎是瞎了 也不會去查 然後尤其你知道嗎 他裡面有提到 曾大哥 他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男生專挑什麼 生活單純 然後曾經離婚 不然就是上偶 其實這個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其實這樣的女性 其實是特別特別 應該怎麼講 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特別的脆弱 或者是特別需要 人家的溫暖 會比較自卑 會覺得說自己沒有條件 選更好的 對 沒錯 就是說你可能有自己帶著小孩 然後也可能歷經過婚姻 通常你看到別人 他好像離過兩次 多一次還是怎麼樣 你通常會覺得說 你自己也沒有很好 可是問題重點是在於就是說 因為想法單純 所以這時候你會覺得說 有這個男生願意來照顧你 其實他就可能容易婚 可是很可怕的一點是什麼 我覺得他相當程度 他失察的一點是 他說他出手很擴挫 都是出一支嘴 跟你說我多優秀 我多少錢 都是出嘴而已 可是有一個狀況是 其實你說再什麼擴挫 只有十五天 沒有 他可能有 剛剛鄭大哥說嘛 其實他們只認識短短十五天 我告訴你 很多那種 就是雞尾雞尾那種男生 他出門那個皮包是炸開的 你看一疊現金 不好意思 你會發現說 一般真的有錢的人 身上不會帶那麼多現金 那是他的總財產 因為他要展現給你看說 我很有錢 真的很多 總財產 真的很多 總財產 然後呢 所以你十五天 你說要裝成說 我真的很大方 OK吧 我覺得那一個男生 都沒有問題的 可是他有沒有把戰線拉長 我相信只要再拉長個兩個月 或三個月就出不來了嘛 好 來 馬律師要補充 其實剛剛我們提到的 常常陷入愛的漩渦裡面 就會選擇自己相信的 然後他講什麼都是真的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提醒 有幾個小技巧 工作這個地方是最不容易的 當這個男生跟你說 我有多好的工作 月薪多少錢的時候 好歹有個名片嘛 你如果沒名片 你就要打一個問號 第二個 好 你沒有名片沒關係 哪家公司上班 又知物其詞講不出來 但是有些渣男 會拿個名片給你 記得打電話去問 有沒有這家公司 有沒有這個人 或者是 我少個時間去那個現場看一下 我們警察有時候抓犯人 也是這樣抓 就是說你的名片上面 到底是真實是假的 其實這個東西小小的 花一點小心思 就可以去確定 他工作到底是真是假 用這個地方就可以確認 他到底是否糊爛你 如果連工作都糊爛你 後面就不用講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判斷 你對我真心或假心 這個我不敢講 半年一年也可能才 這現在都是很好 但是他的工作 如果一開始就是假 我相信各位用這個 用這個名片 工作場合 私下打電話去查證 有沒有信息啊 這個人在這邊上班啊 他說先生你打錯了 你是不是就開始 產生懷疑了 那另外一個用 另外一個工具就是Google 真名去Google一下 看看這個人曾經 有沒有在新聞上面出現過 有些人真的 明明明明是一個大的 炸西飯通西飯在你前面交往幾年 他說我都不知道 你連Google都懶得Google一下 所以這兩個技巧 可以邀各位去查看看 真正有心要查 其實是不難啦 不難